时隔三年后,7月8日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园暑期参观 当天早八时许,虽然距离规定入校的时间还有一小时 清华西门外已排起了近150米的长队 不少家庭组团出动,早早前来等待 今天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这儿? 西点 提前对手 在小城区开放的第一时间,然后就刷进来,然后抢着这个 确实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不然的话我可能来得更早 看着很长,其实都弄得还挺快的 艾莲正好是来美国的清华一天 看到她说预约开放了,然后定好闹钟就讲到了 热情还是蛮高涨的 第一天开放日嘛,就是那里面的清华园嘛 这个水木清华,大家都来想来看看清华大学的这个环境啊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人温气息啊 上午九时,游客入校通道正式开启 游客们在出示预约码身份证后 有序进入校园 一时间清华二校门,日轨等知名点位都聚集了众多游客 而为了更加沉浸式的打卡 不少游客也有备而来 那是北大 那是清华 1911 18198 他们成立的四千 在来之前就准备好的 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一个考上清华,一个考上北大 所以就买了两件不一样的T恤 我今天带了画本 拍下来的照片呢 在回去的旅程当中 用我的画笔把它画下来 我很喜欢画画 就想考上清华美院 进来就买了 我们买了不少 我们买了很多T恤啊 T恤啊什么东西 这个校徽啊 感觉更能融入清华的这个氛围里面 那朱自清啊 和唐月寺啊 那我们课本里都有 对不对 还是那个门 感觉就是穿越了历史而来 从历史上来说 有根款才有了清华 这个之中其实孕育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 屈辱和振兴的一个过程 原子里的话还是体现了一个 1919年的一个历史 还有一个文脉 我拿了一个自己夹带的一个本 盖一些邮局的招 我刚才拿这个本子和清华的蒋姐元叔叔合了一个影子 这个就是刚才的蒋姐元叔叔帮我写的 清华大学的校训 他写的字特别好看 这边摊位是提供一些定点的咨询服务 然后一些引导的服务 然后我们还会每隔一段时间呢 派出一些志愿者去带领这个游客 参观学校的主要景点 问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哪里可以买水 然后哪里可以约到自行车 怎么学习之类的 有一些小朋友会问一些学习方法还有家长 就是听到这些问题 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 看到就是我们熟悉的清华园 变得非常的热闹 我们作为学生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非常欢迎大家来清华园参观 暑期已至 前往高校参观已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 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 希望借此机会 尽可能为孩子开拓更大事业 我们国人大多数都梦想像清华北大 不管你能不能考得上 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这种概念 就是让他进个校门感受一下 有一个这种不断地学习的这种概念 我觉得大学之大应该带着胸怀 不一定说未来就一定考进清华大学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在他小的时候 就埋进他的心里面 我觉得这是对他一个最好的教育 对于大脑里边这个充实 这个文化素养的提升比以前更强了 都是非常想走这个线路 学浮游这种 我觉得好像比以前更热了一些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看看外面世界可以更好 我们可能以后还会打卡一些其他的高校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为维护校园秩序 清北两校在开放校园的同时 也提出了一系列参观准则 如参观人员需在规定区域内参观 校内教学 办公楼宇等不对参观人员开放 此外 清北非旅游景点 校园参观不收取任何费用 游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入校 拒绝以任何名义提供参观服务的有偿预约行为